王虹杰哥和老公结婚后 于2020年生下了女儿发法 不过日前杰哥却透露 夫妻俩为了育儿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他表示老公因为要跑业务 有时候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长时间不在家 所以他暂时带着孩子住在娘家 夏日才跟老公在一起 不过近期杰哥发现 老公似乎是因为平时较少和女儿在一起 容忍度相对比他高 看到他在教训小孩时 曾多次阻止他 之前孩子还小听不懂 马上惹怒了他 杰哥作为主要照顾者 立下了很多规矩和底线 包括吃零食的数量 如果孩子闹着要吃更多 他绝对不会答应 也很讨厌打破规矩 因为在建立起来就很花时间 希望别人能尊重他的育儿理念 天文获得不少网友表示认同 感叹直呼 这真的是教养路上必经的心路历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